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 旁边这个就是 iMessage iMessage都是绿色底 中间就有一个白色的波波 而它的波波里面 是没有两个眼睛的 这个就是iMessage 这个是微信 这个是iMessage 它两个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呢 如果是微信的话 是可以用在不同的机种里面的 什么是机种呢 例如是苹果的iPad iPhone 或者三星机 Android机 这些不同牌子的Android机 都可以用到微信的 但是iMessage 只是可以用在苹果的产品 苹果的产品就包括iPad iPhone 这些 所以如果你的朋友 是用三星或者这些其他的Android机的话 他们只是可以用到微信 就用不到iMessage 我们班里面的所有同学 都有iPad 所以就可以用iMessage 跟他联络 而你的朋友如果有iPhone 也都可以跟他用iMessage 来联络 那这一部机是iPad 是导师的机 所以你都可以跟导师 用iMessage来联络 现在就等我示范一下 怎么样用iMessage 首先当然要找到他的图像 就是这个 然后点一点它 把它打开 打开了之后 你会见到这个画面分开了两边 左边这里 就是你所有的通话的记录 右边就是每一个通话的内容 详细内容 例如现在我碰了这个灰色 这里就是它的通话内容 详细的内容 如果我碰下面这个 这里就是这个通话的详细内容 如果我现在想去跟 这里其中一个朋友 去发一个短信给他的话 我只需要碰一下他的名字 在这里 把他变成灰色 之后来这里下面 iMessage信息这里 碰一碰 这个画面就会出现了这个键盘 我就可以跟他打个笑呼 say hi hi 打完之后 就碰一碰这里 蓝色向上的箭嘴 你会看到这里有个细细的灰色的字 i送达 就是代表这个对话已经送了出去 有时如果你看不到 iMessage信息的话 就代表对方是 未收到的 现在对方就回复了给我 他的回复就会在这边出现 如果你想和他通话的朋友 名字不在这里 不在左边这边 你就要开始一个新的通话 就需要碰一碰这个蓝色的地方 这个蓝色 有个白色的正方形 和有支笔这样的 碰一碰这里 在这个地方就会出现了一个收件人 你需要打他的Apple ID 你的同学仔 他们会有一个Apple ID Apple ID就是他们的 在Curry给他的电邮地址 我们就把这个电邮地址打进去 那就可以了 你打了之后 譬如现在我打一个电邮地址 是Philip 那你有时会见到这里 他会有一些提议给你的 那你找到他的名字的话 你就可以碰一下 如果没有的 你就需要完成它 打完整个他的电邮地址才行的 那我现在见到 我就可以碰一下它了 那你会见到这里是蓝色 蓝色就代表对方是有这个iMessage 可以发一个iMessage短信给他 如果是红色的话呢 就代表对方是没有iMessage的 你就算打了全部东西进去呢 你这个如果是红色的话呢 就对方也收不到的 一定要看清楚 这里是蓝色才行的 你可以呢 问一下你的同学生 班上的同学生 他的电邮是什么呢 又或者如果你想发一个短信 给我给导师的话呢 你可以打 instructor2 at cpsv.org 这一个就是 这一部机里面 这个iPad机里面 导师的Apple ID 那你输入完之后呢 你要记得 看清楚这里 是不是蓝色 蓝色才可以的 那我今次呢 就不打英文了 我想试下用这个中文 中文的话呢 我需要按这个地球 按住它一会儿 出现了这里可以选的 我写简体手写 那我现在呢 就可以在这里 打起中文字了 我现在记得呢 如果我想打一个信息呢 我要来这里 iMessage信息 就不要在这里 继续打上去 这一个斩斩下的地方呢 我们要把它碰一碰这里 变了带了它来这里了 那就可以 不要转回去做这个中文手写版先 就是点这个地球啦 按实个地球 然后点这个简体手写 没错啦 出了来呢 我就可以打中文字了 写中文字了 虽然Philip都不会看中文的 打好之后呢 记得要碰这个 蓝色的简体 那就可以了 今天就说到这里为止了 多谢你收看 下次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